就快要過年了 當然少不了春聯 但龍年更要有龍年的氣氛 用台語國語諧音提早拜年 新北市長侯友宜與政府團隊 在29號上午到永和 一同與里長們展開今年度首場 行動治理座談會 里長們大家來傾聽第一線人民的聲音 人民的聲音不管是小事大事 都是重要的事 尤其里長反應得更貼切直接 2019年啟動行動治理模式以來 永和區總共提出了91案 目前已經解決82案 像是永利市場成功市場 劃設更新地區 公告民有市場活化專案等相關措施 希望說永和里長可以把所有他想要 建設永和的事情全部把各局處說出來 不能做的事情也要講出來 讓各局處趕快來運作 接下來新北市其他區也會接連舉行座談會 希望能深入基層聆聽民意 更加了解市民朋友內心真正的聲音 以及在地需要什麼改變 TVBS新聞施情人藍庭 清美採訪報導